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年在贵州省遵义时 一个叫苦竹亚村的地方 出现了一位自称诸慈赵后代的老人 他表示当年诸慈赵逃亡出京 到达苦竹亚村后隐姓埋名于此 将诸姓改为邹姓 取名邹启贵 他在此常住 并与当地女子结婚生子 繁育后代 而这位名叫邹戴卿的老人 正是诸慈赵的后人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邹戴卿老人还拿出了诸氏 邹氏两本族谱 经有关部门鉴定 也确定族谱属实 这也就意味着 邹戴卿老人确实是诸慈赵的后代 也就是崇祯皇帝的后人 在苦竹亚村附近的山中 还有诸慈赵的墓地 老人及家人也会实时前往祭典 老人还说 自己家中原本有一把上方宝剑 却在与村长产生纠纷时被没收了 专家建议 为了保护文物的完整性 邹戴卿老人应将家里现存的文物上交 但老人却有些犹豫 毕竟是家中长辈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且许多年的相伴也有了感情 突然上交绝非意识 关于这一点 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明朝史上有个神人 名叫刘伯温 民间传言 他为了证明自己比诸葛亮强 居然去挖诸葛亮的墓 结果挖出了五个大字 吓得他魂飞魄散 惭愧不已 感兴趣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